欢迎各位同学观看由我为大家讲解的千锋UI设计课程体系解读系列视频 莫道远行制作篇 做一个有工匠气质的设计师从这里开始 大家好 我是今天大家的主讲老师大学老师 相信听过前几个阶段课程分析的同学已经对我有了一定的了解 我在这儿再稍微做一下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我在大学时期呢在一直在美术学院读的是交互设计专业 毕业之后一直在建行从事平面工作两年 然后又到了百度公司做了icon的制作 主要负责的是系统图标的部分 然后近两年的一直在从事教育行业 也就是UI教育这个方面 在网易云课堂和百度课堂都有受过课 腾讯课堂一直都有受过课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课程体系 在我们整个大纲里占哪个部分 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是我们的末刀的原型这样一个制作 这个课程安排我们第三阶段的前半部分 那由它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 它还是偏效于我们这样一个工具的使用 但是我们要讲的还是一种设计思路 可以理解吧这是一个小工具 但是我们还是讲的还是要注重我们的优异 也就是我们的用户体验 做的时候思路一定要清晰 所以我们把它排在了我们的第三个阶段的前半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课程分为四个部分 就是我们在讲末刀原型制作的时候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话我们讲了是线框图和原型图 于同学会产生疑问为什么把这个部分排到这儿 只有我们了解到了什么叫线框图和原型图 我们才会了解我们末刀原型制作 是怎么去制作这个原型的什么是原型图 第二个就是介绍一下末刀我们这个软件的优势 第二个部分是介绍一下末刀怎么去用 末刀是一个什么的软件 和第三个部分是一起讲的 讲一下它的优势 第四个部分就是大家比较在意的部分了 是吧就是我们的操作部分 我们怎么去操作它它是怎么去运转的 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一个部分的课程内容 大概就是介绍一下线框图和原型图 我们会着重讲一下原型图的线 线稿啊原型图它跟线稿图的线框图的区别 就原型图它分为高保真图形和低保真原型图 高保真原型图和低保真原型图它分为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线框图 很多有了工作经验或者是已经在职的优势设计师 他也很难给线框图和原型图一个强硬的分界线 分界线哈 那今天老师就给大家说一下 它们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就比如说我给大家看的这一幅图左边这个 它是不是只有线框 大家再来看一下右边这个 它有一点文字对吧 大家再看一下右边这个 它虽然有文字 但还是把大多数的大多数的图片 还有文字的这个框都用了图形来进行代替的 那像这种这种图呢 我们都称为线框图 就是它把我们的图片没有真正的用上是一个真正的图片 或者是一个我们真正的实操上的图片 就是成型成为一个APP上的图片 而是把这种人的头像 还有风景图片 人的头像的图片 用几何图形来代替 这种的基本的 也就是我们说的地保证原型图 我们称为什么呢 不能叫做原型图了 我们要叫做线框图 那再给大家看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动态图哈 像这一种的 可以看一下左边这个一点在动 一点这个小圆圈在动 点完这个小圆圈点了一下 这个圆形的矩形条 看见了吗 这是不是一点我们文字和这种 低保证的图片都没有了 一点文字都没有了 全都是用圆形啊 这些条条框框代替的 那有同学说那老师这个应该算是高保证了吧 它能动还有颜色 带颜色也不一定是高保证 可以理解吧高保证什么意思呢 就是跟我们使用的app已经是一模一样了 几乎我们把这个产品做出来就这个样子了 才叫高保证 那我们这个我之前有说了 线框图是什么 就是说他把图片和文字 用我们图形代替了 这种东西就叫做线框图 那有同学说这个会动 这个也是线框图吗 这个叫做交互式线框图 这样带有交互式的 这样展示流程的这样一个小型的 交互式效果的图片啊 叫做交互式线框图 可以理解吧 那再看一个这个 我点登录就可以登录了 还可以输入我们的email 然后再一点又返回了 再一点它又回去了 它有文字 而且底文是有图片的 可以看出来是 有这样一个清晰的图片 可以去看到 而且我们这个logo也有 就是一个这个小时钟的logo 不再是用一个图形展示的了 这样就是我们最后出来的效果 所以这种效果我们要就要注重什么了 注重我们的交互体验了 就是你点它 你看点给我一个反应 而对应的反应 那这个就 是注重的是用户体验这个东西了 也就是说我们左上角写的这个字叫优异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交互原型 不是说优异就是交互原型 而是说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动态图 出现的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高保真原型图 可以理解吧 带有颜色 而且是图片和和我们的文字都有 不再是用图形来代替的了 这个就是 那我们在这个高保真原型图里 做出来之后 做交互效果的时候 更注重的应该是我们的什么用户体验 可以理解吧 因为这可能是给客户看的一个基本的原型 所以你把这个做好了 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就是说我们毫无疑问啊 我们做这个原型 是囊括了我们产品 应该有的美学都在里边了 包括它颜色的搭配对不对 而且尽量的贴合了最终的版本 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原型 基本上当原型制作出来的时候 它就是一副画皮 除了不具备血肉和骨骼 该有的那种美眼和皮肤化妆 的装容都有了 它无需涉及我们的 STM LCSS 还有GS这种语言 你不用考虑这个服务器端口的 适配的问题 还有能不能接上的问题 能不能用的问题 你只需要把它简单的表现出来 就行了 原型它是非常重要的 我刚才有说 就你给客户看的时候 它可以给客户一个反应 这样就可以 就是就可以让客户感受到我们这个交互流程 而不用先开发出来再给客户看 费时费力 而且也不会因为一些 一些些一些小的不合理的交互界面的操作 让我们的后端的产品构架都白做了 所以说对设计师和开发者而言 原型图做一些稍微有动效的原型图的这种小软件 对测试产品来说有绝佳的作用 那有同学会问我说 那你不去适配的话 你不让后台 不让这些程序去给你写出来 给你做出来这种APP的交互式流程 我能做出来吗 是可以的 我们只需要用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软件 就完全可以 那我们再做一个小结 就我刚才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在做原型图的时候 它的要求是比线框图要干嘛的 比线框图和可交互式线框图要求都要高 它必须是可交互的 而且尽量贴合最终用户界面的高保证原型 这个就是原型图 就我们用墨刀做出来的效果 必须真实 跟我们真实的APP一模一样 可以点击跳转 可以用手滑动 可以适配到手机上 制作原型的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让客户看到我们最终出现的效果 让他去用 让他去感受 让他去体验 点击就会有对应的动作 这时候我们自己在测试的时候 也会有一定的这样的发现 自己哪不足 不足可以去修改 尽力完整的去效仿 我们这个产品的整个产品流程的 优异的这样一个体验 那我们再说一下 我们这个墨刀怎么去快速的去实现 我们这个动效的过程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我们这个墨刀原型 它是怎么去实现我们这样一个东西的 就是说我们墨刀是做原型图产品框架的一个东西 原型图 不是说你做完之后就能用了 就能上市了 不是那回事 就是让你十分钟感受一个设计一个APV的快感和成就感 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快感而设计的 我们要感受整个产品构架 整个你点击的流程 是否符合这种正常人的逻辑思维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墨刀的优势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可以让页面一目了然 就你在用这个墨刀的时候 让页面一目了然 它会自动的生成关系图 让你工作更直观 而且它可以团队进行 后期都会给大家演示 还有一个就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个东西 就是在线制作 就是你用制作完事之后 它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你用手机扫 你做的如果是移动端的 就我们手机端的APP的话 你扫完码之后 它会自动的适配到你这个手机上 就你选的是iPhone6的 你用iPhone6去扫 它就是iPhone6的尺寸 但你设计的是iPhone6的尺寸 但你用iPad去扫 它还是iPhone6的尺寸 可以理解吧 就你把这二维码发给别人 别人也能够去 看也能够去用你这个APP 是这么一个东西 那我们讲完它的优势之后 有同学说 那我想用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 那大家看一下莫德软件 它的logo就是这样 一个小机器人的logo 你双击就可以打开 打开之后不是一个工作台 而是你之前 你用过的这个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之前带学生做的两个项目 那第一个呢 就是我之前带学生做的 一个闹钟的项目 就是专门给大学生做的 这样一个厚的习惯养成软件 其实它是一个以闹钟形式来提醒大家健康生活的一个软件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软件 它也形成了一个文件夹 下面呢 有21个页面 21个页面 里边有点安卓 说明它是适配到安卓系统的 可以理解吧 适配到安卓系统的 这样一个移动端的 那我给大家运行一下 简单的看一下 咱做完之后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我点一下运行 那这时候大家需要稍等一会儿 因为页面比较多 所以它运行起来可能会缓冲一会儿 这跟我的网速也有关系 所以大家要等一下 我点击一下让它运行 我们可以在线的去浏览 所以大家一定要连网 你看我们现在正在读取 我们这个文家里面的东西 如果你网速过快的话 它肯快就出来了 那我稍微把这个画面缩小一下 右边这些都是你可以点击的东西 看见没 就你觉得画面有点大了 你可以缩小 那我点完之后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我们这个系统适配到什么来着 适配到我们的安卓的系统 所以它自己就把这个模板给你贴上了 这个三星的板是吧 也就是我们安卓系统的一个强硬的代表 就给你贴上了 那我们做完以后是这样一个画面 我曾经说 那你就这样一个展示 我可以点击它吗 完全可以 比如说我们可以左击 这样去点 你看它就会有一个 我们引导页的一个 这样一个展示在你的面前了 是吧 这是我们的引导页 展示在展示在我们大家面前 我点一下的时候 它会提醒你说 我们是往左滑动 看见没 这有个往左滑动的手势 我往左滑动 我们自然而然的就进入了一个登录的页秒 因为一般都是我们引导页完了之后 就是登录的页秒 我们就点滴登录 它还会让我们输入我们的名字 输入我们的密码 然后点击登录 我们就可以登录了 看见没 它非常的方便 是不是很简单 有同学说 哇 原来墨刀可以做这样的东西 我就可以用了 没有错 就我们这个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 我分享完之后 我生成了一个二维码 大家去扫它 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 现在就可以进行一个小小的演示了 大家可以进行一个小小的演示了 而且是在我的账号下 是吧 可以进行一个小小的演示 这就是我们用户体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软件 好像作员性的一个软件 它不能上线使用 不能够真正的 就是适应每个端口 你选哪个端口 它才能够在哪个机型哪个端口上去适配去运用 那有同学说 那会不会很难呀 我之前有说 10分钟让你做一个APP 那好 现在我稍微给大家 做一个东西 让大家看一下 稍微做一下 就是怎么去做 现在这一个不是工作台 就是我们两个文件家 我们怎么才能进入到我们的工作台去做东西呢 我以做一个 我之前带学生做了一个 呼拉健身的一个项目为例 做它一个引导页 那好 我们点击创建应用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还没有来到工作台 现在我们可以选任何一个 就是机型去适配 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用iPhone6去适配 对吧 我们就点击iPhone 然后选择iPhone6的尺寸就可以了 讲完这个 讲尺寸之前 那大家再往下看一下 它还有很多模板给你提供 是不是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啊 当你没有思路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从这里边 它给你提供的模板 去思考一下自己该怎么去做 对不对 好 我们先来点击一下我们的iPhone 然后选择一个iPhone6的尺寸 对它就会自己就会有 然后给它一个名称 怎么去选择设备类型呢 就有个小三角看见了吗 设备类型对应的框 有个小三角 我们点下来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类型 让你去选 一般我们都用6去适配 然后给它一个名称 我们把书法改成我们的这样一个中文书法 写上呼拉健身 这是我们的项目名声 对不对 项目名声完事之后 直接我们点击创建就可以了 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工作台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工作台 有同学说 哇好难 感觉好高端好难 不难啊 不难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呼拉健身右边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这样一个图层 大家之前听过我们其他老师讲 我们课程体系的时候对PS有了一定的接触 但它比图层要简单易懂一些 我们点击主页 看见了吗 主页旁边有四个按钮 第一个是加号 我一点 它就在主页下面加了一个页面 右边是新建 点击新建 它就会新建一个主页面 我们此页面还要在复制此页面吗 对不对 我们还要干嘛 可以点击步或者是什么的 去点击就可以了 还有什么呢 就比如说这个页面的拷贝 我们不想要了 我们可以点击它 然后后面有垃圾桶 看见面我们可以删除 然后点击确定 这就是我们一个基本的操作 那有的同学说 那左边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一些基本功能的按钮 比如说你想在这给它一个全局的手势 往左滑往右滑 直接拖拐进来就行了 我们现在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引导页的演示 那好 我已经把这个文件准备好了 大家最好把我们做好的iPhone6尺寸大小一模一样的这样一个图片保存成PNG格式 因为它文件大小比较小而且比较高清 更适用于我们这个在做东西的时候比较方便 上传速度也会比较快 你看我们现在就有参考线跟着我 什么是参考线 大家看到这橘黄色的蚂蚁线其实就是参考线能理解吧 我们给它对齐放到这就可以了 然后我刚才说要给它一个手势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手势是不是没有了 是因为我现在处于点击股票的链接下 它就会有个链接 我们点击空白的地方它就会有了 就可以长按我们这个手势按钮把它放过来就可以了 我们是不是想让它跳转到下一个页面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连接到我们的下一个页面上 它就会说你怎么回到下一个页面 就会有很多手势 我们选择向左滑 是不是只需两步我们这个动作就做好了 第一步长按这个按钮放过来 然后第三步把这个链接到下一个页面 然后去选手势就可以了 好我们再把第二个页面做过来 点击一下页面一 然后把我们页面二的这个东西放过来 因为它页面一毕竟是第二个图 跳转到第二个图的这个图层叫页面一 我们给它放过来 然后呢再点击一下空白的地方 就可以选手势了 把全局手势放过来 给我们的锁链 给一个左击长按的 鼠标点击 放到最后一个页面上 给它一个像左滑的手势 然后再点击一下我们的页面二 把我们引导页的最后一个页面 给它拖拽进来 然后我给它放到我们的墨刀里面 哎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完好无损的 就是完完全全的去适配的 放到我们这个iphone六的框里对吧 是因为我这个app的这个尺寸 就是用我们这个六的尺寸大小去做的 而且我又选了六的模板 所以非常的匹配 好我们现在就做好了 我们再给它一个手势 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想再做下一页了 就给它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轮波的引导页吧 好吧 我点一下空白的地方 也给它一个手势 那我们做完它以后 我想把它链接到第一个页面去 再把它回去 我就链接到这 然后再选一个左滑的手势 好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页面一 现在开始运行了 怎么去 怎么去试用一下 看一下自己做的东西好不好呢 好 我们来点一下运行 大家看一下右上角是不是有个运行 我们点一下这个小火箭 它就可以运行了 你看 是不是来到了我们的第一页面呀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页面 我缩小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我选的是iPhone6 它连iPhone6这个模型都给你替换上了 好 我刚才说了 我给它一个向左滑的手势 那好 我们可以干嘛 点击鼠标不丢 向左滑 你看 向左滑 再丢看鼠标 是不是它这个页面就变了 你看 我又回到第三个页面了 我们再给登录按钮一个操作 它就可以自动的回到 接着往下走 回到下一个页面了 对不对 然后再向左滑 你看 它就实行了一个轮波 因为我给了第三个页面 一个什么样的轮波 什么样的动作 什么样的链接 我把它链接到了第一个页面 所以我可以给它轮波 轮着 这样去拨我们的引导页 那有同学说 那这个可以预览吗 可以 我们只需点右边这一栏的 从上面数第二个 分享 它就可以自动生存二维码 你把这个二维码分享给你身边的 亲朋好友分享给你的 大boss 它就可以去预览 你这个交互效果 它可以在手机上去点击 就用手势就可以了 就像左滑 你就跟我们平时使用的 app是一样的去使用它 就可以了 好 那今天的这种小小 这个比较有意思的 这种小交互式效果图 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哈 那希望 对我们感兴趣的同学 还可以去 更想深层次了解我们课程的同学啊 有问题的 还可以加我们的QQ交流群 159532533 祝大家工作顺利 学业有成